求道者 听到呼召后 请和代父母一起上前来 天母天主之母堂 福秦文 你们愿意领受基督定律的圣席 奸证和感恩圣事 完全加入他的教会吗 我们可以 事实上我接触天主 不长不短 大概二十多年了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 主要是我的恩师 陈建任 陈老师 还有师母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 从他们的身体例行上 你会发现原来天主 相信天主的人的思言行 那觉得非常的向往 可是在这之后呢 当然就是很多家事啊 或者是我到美国很长的时间 并没有时间真正的 能够有时间接触天主 那么是因为我从2018年 回台湾之后 那我还永远记得 2018年一回来 一个姻缘之下 我们就去见了林斯川林神父 那么他跟我讲了很多 那他也不是特别在讲天主教的道理 不过呢就让我慢慢地觉得说 是好像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 应该更了解什么叫做天主 那我先生比我有惠根 他在三年前就已经受洗 那我在那个时候呢 还是在门外徘徊 那日子我永远记得 是去年的7月29号 当天晚上 我带着我女儿 我觉得我们该 去更接近天主 我家住天母 所以我们到天母堂 那么当天就受了天母堂 整个环境 还有那天是一个英文名的弥撒 我要是没记错 那天为了他整个的环境 觉得相当地感动 所以我到隔天早上 我就开始了我这个旅程 我每天上午去望弥撒 那这当然我相信 很多人都很惊讶 我还是个目道者 那为什么 有什么力量 让我天天都到教堂去呢 我真正地感受到 你每天的读经的故事里面 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常常在 尤其是主日的时候 在唱歌 圣歌的时候 我都会情不自禁地 流下眼泪来 那从九月份开始上目道班 每一堂课 每一个讲义 我都认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宝藏 年轻的时候 觉得物质的生活非常重要 你要有一个好的学业 好的工作 等到你这些好像都有了 别人也觉得你很幸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在心里里面 好像有点空虚 你不知道 将来要做什么 死亡了以后 又是什么一回事 上了目道班 我想我现在知道 我们在人世间 就是为了要活出 天主的生活 在你最后的时候 能够回到天主的怀抱 我想这是我在目道 整个过程所学习到的 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来临 那么让我能够 真正地进入这个大家庭 然后跟大家能够 继续地学习 每天每天 能够更得到恩宠 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在目道班 还有另外一个最大最大的体会 就是说 为什么我能够这么的幸运 从小到大 能够读书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能够到美国进修 能够回来 有一对可爱的子女 有个很好的丈夫 这都是上天主给我的恩宠 我应该更珍惜她 这些都 除了珍惜她之外 更应该要怎么样把她 活出更好的日子 做好最好的见证 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 加入天主这个大家庭 能够带给我们 有多大多大的乐趣 感谢您保证